梅西失宠 梅西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中国了 梅西之乱还没完 中国仍然紧咬不放 阿根廷组球队原定三月要到杭州体友谊赛 如今杭州体育局亦有所指 宣布鉴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世举办条件不成熟 比赛取消 同时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维护尊重 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坚定立场 中国官方动作频频 当媒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 以梅西老板和钟情局有关为题 发表阴谋论长文 文章表示球队迈阿密国际大老板的爸爸 Jorge Mascanosa读书期间积极反对 古巴强人卡斯楚 后来到美国参加不少钟情局相关活动 文章甩锅整起世界都是球队老板在操纵 那接下来要等待的就是 梅西的那些代言的企业 包括乳液品牌啊 还有某个互联网公司都没有发言 但是我觉得不远了吧 风波延烧主办方Teller Asia 9号再次道歉 并宣布经过官方渠道购票的球迷 可以申请一半的退款 根据港媒报道 Teller Asia公开这次活动财务资料 赛事原本收入约1亿5690万港元 支出为1亿4390万港元 连同额外的退款开支 以及放弃港府1600万的补助 正常活动预计亏损港币四千三百万 相当于新台币1.7亿元 特区政府认为主办方的赔偿方案是负责任的做法 显示出积极承担的态度 刚复满意但球迷不一定买单 有深圳球迷花了四千多港元买黄牛票 如今写本无亏 花了这个钱去感觉很遗憾 明星事件点燃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喊民族意识 中国球迷心中怒火 后许效应仍在发酵 三里新闻 刘绝宇报导